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神心情讲道法 很重要是我们里面很欣赏神的恩典 常常欣赏神的恩典 神的心情这么美好 我们心里就充满感激 充满喜悦神的心 同时也相信罪的破坏性 知道犯罪必有破坏性的 犯罪必带来破坏 因为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必定有破坏性的 教的人的话 这是左边的情况了 是神的恩典和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主要动力 为什么我有动力呢 就是我知道神的美善 而且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发挥祝福很多人 你们每个生命都是这样 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动力主要是恩典和珍惜生命 然后尊重的动力是恩典 这个是常识的基督徒 他相信神的恩典 也相信罪的破坏性 但同时内心也有警告 警告是神的律法 警告惩罚去提醒 不是主要的动力 这个不是主要的动力 这是在讲道的时候 不是主要是对自己说 我犯罪就有破坏性 我们不需要常常对自己这样提醒 但如果这个人又变了 对不悔改的人 他不悔改 这样的话 他需要律法的警告 惩罚去唤醒 他去悔改 离开罪 这样的话 他需要更多的律法 你看这个部分 律法就比较多了 但同时还是 恩典 神的恩典 人员是主要的动力 我示范一下 他这个人在罪中 我们还是说 神很爱你 神看重你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想不想发挥 同时因为他在罪中 我可以提醒他 你需要明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犯罪必有破坏性 你继续怀疑神 抵抗神 不尊重神 有罪的意念 有烦恼 这些会破坏你的生命 这样破坏 虽然你相信神的恩典 但你犯了罪 一边相信神的恩典 但一边不停的犯罪 他的生命会被破坏 他的家庭没有安宁 与人关系不会好 他的事奉不会好 所以他需要明白这个 罪的破坏性 这个情况 你就可以放更多的律法 警告 但当他成熟的时候 就更多的恩典 让他们看到 神这么美善 我们是可以享受神 为什么犯罪呢 我们就尊重神 爱过神 这样的话 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这个需要我们从里面 被神的灵的改变 被神更新的 好了 另外一点 我们可以帮助人的 就是让他们知道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就是说 神必定 喜悦我们为神做任何小事 就是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要为他欢喜的 藏在耶稣里面 他也必定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多结果子 尊重神的道 而尊守人是有福的 这样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最少的是 我们尊重神 神都喜悦 神喜悦就祝福 所以我们就可以 常常的相信 我尊重神 神必定喜悦 我必定可以开心 我必定可以轻松 我必定可以享受神 感谢天父 就很轻松了 基督徒和侍奉人 都可以很轻松的 当然我们追求进步 我们追求进步 但同时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其实你们不需要写很多 你写很多 你就不能 不能同时留意听 你写 只是写重点 你拍照片就可以了 拍照片 这个内容不要超 这个太多字了 你拍照片 然后你就 这是重点 你觉得有地方重点的 同时我们也警告 罪的破坏性 虽然我常常讲 神的恩典 我们在神的爱中 讨神的喜悦不难 讨神的喜悦不难 但同时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告诉他 罪的破坏性 知道罪的破坏性 这里写的都是讲到 罪的破坏性 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 我是那常看 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们的行为 必定有后果的 这是内心的罪 内心的烦恼 也有后果 内心的罪令我们烦恼 与神的关系疏远 没有神的力量 所以 必定有后果的 神看到的 神看到人的罪 看到人的烦恼 他知道这个人 有很多拦阻 他不能大大使用这个人 因为他里面太烦恼了 里面都是 神看到我们的内心的 里面是很多很多的 误会烦恼 还是常常很安静的 很放松的 依靠神的 遥望神 完全的没有烦恼 神就能够做过 神看到的 每一个内心 所以我自己追求 在里面完全不担心 因为神负责 如果就是进入大灾难 是神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我要死就死吧 但没有被杀害的时候 我就怎样能够有能力 好了 然后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甚至情欲撒肿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体贴肉体的就去死 犯罪必有破坏性的 然后 魔鬼来 到结义来 就去偷窃 杀害 毁坏 就偷窃 我们整个生命 偷窃什么呢 偷窃我们的平安 女人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我们的事奉 我们的神的计划 神的喜悦 我们的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的工作 有些 很多罪 他们工作都不顺利 很容易被人 吵犹豫 人不用 不用他 因为他 很多麻烦 很多 很多问题 这样的话 魔鬼就偷窃他 整个生命 启示录阿正五节 并要悔改 行 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 这个灯台 在启示录 讲到是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 挪去 就是 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 也是说 基督徒没有悔改 生命也会 破坏 神会这样 他可以吸取 他的救恩 魔鬼就偷窃 杀害 所以我们需要 告诉人 但 我们主要的动力 还是让他看到 神的美善 你为什么要 生命被破坏呢 为什么要 让魔鬼来偷窃 你的生命呢 神给我这个 得生五不取 这是 很简单的方法 去处理 生命 处理罪 第一 留意 留意有罪 有负面思想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第二 深信 这些必有破坏性 我自己内心相信 如果我有烦恼 我不喜欢某一个人 亲看某一个人 都有破坏性 所以我 我马上会处理 用圣经观念处理 圣经吩咐我怎样做 然后怎样靠主 深过罪 或者情绪 就是圣经 怎样教导我们 相信神的恩典 神必定祝福的 有以后要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帮我怎么样 我们就不怕人了 很多就是被人影响 被人骂 被人轻看 就发露了 就没有力量 但圣经说 人能帮我怎么样 我不需要怕人 但我尊重人 看重人 帮助人 然后祷告 要求神赦免赐力量 然后最后选择悔改 憎恨罪 用属神的观念 取代罪 离开罪 尊重神 这个选择 我用一个例子 我们里面 有 轻看人 我们就用 留意到 我就知道有破坏性 然后我告诉自己 犯罪 必有破坏性 我憎恨人 神不喜悦我 也破坏 与神的关 与人的关系 人会看到的 你是不是接受人 人会看到的 你接受人的时候 你会有笑容 你会很轻松 你不喜欢某一个人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会 就是你的面部表情 都是很刚硬的 不能笑的 这样就影响 与人的关系 里面也没有平安 虽然是他不好 他不好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轻看某一个人 但他不好 令我们心里刚硬的话 我们就受苦了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 我选择 祝福 因为这是神喜悦的 我就告诉自己 虽然他有问题 我祝福他 我怜悯他 我帮助他 这就是选择 可以选择的 但很多就是说 他不好 我就有正恨 但我们里面说 我正恨自己 破坏的更大 我就选择说 神看他是很怜悯他的 神喜悦我怜悯他 我就告诉自己 去怜悯他 可能不能马上去怜悯 但不停地求选 将怜悯放在我里面 选择我去怜悯他 祝福他 这样的话 我们的内心就改变 这个得胜无不取 我用这个方法 处理很多的罪 例如 有些人说 很难离开眼鏈 看到美女 或者手机上的 事情的图片 很难不看 但我们说 这有破坏性 然后祷告 然后选择 思想神的美善 思想神的奇妙计划 我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我就选择不去 看不去想 用正面的观念去 取代这个 负面的想法 有圣经里面很多的图画 可以帮助我们思想 例如 你想象 好像彼得说 主啊 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但耶稣说 不用怕 这是代表 神赦免我们 我们就有这个图画 耶稣赦免彼得 我们就说 神就善待我 我就善待人 也看到耶稣 看到很多人 这些人很多都有罪 但耶稣还是怜悯他们 我们就在里面取代 我们本来有的意念 用这些怜悯的方法 这个得胜五部曲 简单可以有得胜三部曲 就是留意到 然后祷告 要选择 但我们留意到 想要发路了 马上就祷告神啊 帮助我放下路气 深呼吸 放松自己 发路更破坏语言的关系 然后我选择去祝福他 选择 聊出他 接受 可能他曾经被人伤害很多次 所以他会伤害人 因为他被人伤害很多次 所以很多人 容易伤害人 因为他曾经被人伤害很多很多次 这个得胜五部曲 你可以教导人 也许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可以讲怎样处理罪 我讲暗点不代表我不讲罪 也不讲处理 怎样处理 我会讲到随机的方法的 然后这四个动力 很简单的 你可以将第一第二转过来 第一是神很爱我们 第二神掌管一切 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然后当我们爱他 亲近他 尊重他 侍奉神 必蒙福和必被提升 爱神 神就将为我们预备 眼睛会成看见的恩典 犯罪 不尊重神 不侍奉神 必有破坏性 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可以多讲 自己也会相信 我跟踪神 必定蒙福 我们也可以看 整个蒙福 整个有神的同在 整个越来越平安 帮助人也更快 为人祷告 很快有释放安慰 这个就是 让我们看到 有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祝福 这个就是 让我们看到 跟踪神最好 我们看到很多人 生命很苦 很多时候因为埋怨 没有亲近神 有罪 都是这些破坏性 如果家庭常常吵架 必定没有力量 这个就是罪的破坏性 我们让人看到 这个罪的破坏性 然后 爱神的时候 家庭平安 充满爱 充满关心 就 每一个都享受神 每一个都幸福 更幸福 好了 我这里 讲到这个 错误的教导 恩典福音 和平衡恩典 和律法 恩典福音 是只讲恩典 不讲 诫命和悔改 也教导人 不需要悔改 不需要的 这个是 非常错误的教导 我知道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 恩典福音 第二 以为不靠 行为得救 就否定 圣经说 亲近 真宠和爱神 是神喜悦的 他们会说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然后就 完全的 没有讲到 这个 信耶稣之后的果子 就是说 完全不是要靠行为 但圣经里面 很清楚说 亲近神人 神就藏在他里面 他就多结果子 没有亲近神 就像自己 掉在外面 枯干 人洗起来 一样就火里烧了 犯罪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 犯罪的后果 虽然圣经很清楚说 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得救之后 必定 有神的同在 就结出果子 其实很多人以为 用压力 异防 强迫人 结果子 但其实我们是说 神这么美好 我尊重神 神就喜悦 神就赏赐 神就加力量 所以我乐意地尊重神 我每一天都是 乐意尊重神 我知道走这条路 是最蒙福的 最开心的 好了 这个安典福音 也忽略圣经说 审判是按照行为的 虽然我们得救 不是靠行为 但审判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个比喻 这个五千 二千 一千 几几的 这样安典 埋藏在地里面的 要进入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要哀哭切除 这是地狱 不是天堂 有些人说 有天堂 有地狱 另外有一个 哀哭切除的地方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就是行善的 复活得胜 行恶的 复活定罪 所以 没有中间的地方 都是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最后 这些要往 勇习里去 那些医人要往 往勇胜里去 没有说中间有一个 爱哭切除的地方 他们说这些地方 是有些人得救 但行为不好 就去爱哭切除 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然后第三个比喻 马太二十五章 这个没有做好事 在基督徒身上的 神的儿女身上 就进入永行 就是完全没有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得救必有行为 必有改变 没有改变的话 就是说他的信心 去死的 所以审判的时候 耶稣就会问我们 你的财干在哪里 你接触什么果子 你有没有做什么好事 在基督徒身上 在主的弟兄身上 也包括我们坐在 非基督徒身上 带领他们信主 也包括这个 一方面是坐在 主的弟兄身上 也坐在非基督徒身上 带领他们信主 神就赏赐 就看我们的行为 这个是如果完全没有 行为改变的 是可以不得救的 完全零果子的 是肯定不能得救 但有些人是仅仅得救 其实仅仅得救人 他们以为我们有神 也有世界 但其实他们不开心 没有喜乐 如果我们尊重神 爱神 因为神的喜乐平安 超越世界上的平安喜乐 世界上的开心 不如神里面的平安喜乐 所以爱神的人 是蒙福的 今生蒙福 永生永远的赏赐 好了 然后平衡恩典和律法的 诫命 这个教导是怎么样 恩典是主要动力 圣经也教导 诫命和悔改 犯罪必要悔改 憎恨罪和离罪 一方面有神的恩典 另外 对付罪是 憎恨罪 憎恨罪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 烦恼是破坏我的生命 烦恼是我的敌人 我要离开烦恼 我要离开 亲看人 亲看人是我的敌人 就憎恨这个罪 然后第二 得救不靠行为 圣经说 亲近尊重爱神 是神的 得神的喜悦 也叫人去讨神的喜悦 圣经里面很多处说 你讨 讨神的喜悦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然后第三 圣经说 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 我们或善或恶受罢 首先我们讲道者的生命 怎样才能够充满恩典呢 第一 我们多多思想神的话语 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恩典 多属善神的恩典 从心底处感激神 以神为乐 神这么美好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真的很喜悦神 我真的很感激神 享受神 以神为乐 就是享受神 这个就是我们 怎样能够有这个 神性情讲道法了 为什么我说 不需要用神恩典讲道法 因为有些人就以为 是恩典福音 所以我就用神性情讲道法 其实两方面都有 神的性情 祂的本性 和祂的心情 祂的恩典 就是里面 常常想到 我们每一样的帮助 我们得救 神怎样多次的 帮助我们的内心 开放 去接受福音 成长的时候 神怎样帮助我们 抑制我们 安慰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各方面的恩典 都是神 很多方面的祝福的 我们就 属善这些恩典 我近日 我们近日 能够成为怎样的人 都是神的恩典 然后用多时间 赞美 祷告 敬敬和爱慕神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就不同了 除了集中 祷告时间 我们做很多事情 都可以一边 赞美酒 我现在讲道 我一边想着神的 我不需 很负责的意念 我就是喜欢神 我里面 我已经充满 对神的感恩 我曾经与一个人沟通 我说你多赞美酒 他说 我没有想到什么赞美酒 我没有想到什么感谢神 我的生命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哪里感谢神 因为他们很多烦恼 所以生命都很破坏 所以没有想到什么地方感谢神 我说首先 你感谢神的创造 他整个创造奇妙的东西 你喜欢吃东西吗 都是神为你预备的 如果没有食物 没有空气 没有水 没有太阳 雨水 我们都不能够生存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有的身体这么奇妙 圣灵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一生人 神就帮助我们 很多没有俗善 就是这个恩典 我很多时候会反思 我的生命 怎样 我的家庭本来是赌博的家庭 我的父母都赌博 而且离婚 离婚了 我的后母来的 常常骂我们 打我们 我就做噩梦 梦游 这是我小的时候 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有做一些工作 赚了钱买了衣服 但有一天回来 反正没有了 我的家人拿去卖的 去赌博 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 如果我被他们影响的话 我的生命就是 破坏的生命 但神拯救我的灵魂 我看到神的美善 然后神为我预备 有人帮助我去 去读神学 各方面提升我的生命 都是神预备的 你爱神神就为你预备 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在我起初做牧师的时候 其实很多困难 为什么呢 同工批评 当时我不懂得怎样处理 当时我有的方法 就是赞美主 就是唱诗歌 我觉得很平安 我的心平稳安静 爱耶 断过奶的孩子 在淘气的怀中 我的心平稳垃圾 我就是要唱曲歌 我觉得很平安 后来我记忆圣灵 也学习怎样不吃垃圾 不好的东西不吃 然后我就处理 这个精力帮助我去帮助人 其实后来我有这个问题 当我繁忙做工的时候 没有这些烦恼 当我洗碗 洗碗的时候又会思想比较平静 这种惧怕就回到我心中 突然里面就有一种惧怕压力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些时候好像里面就压住 不开心烦恼 我离遇到我知道这是不好 我就赞美酒 然后我处理生命 我说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因为神 我已经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 我已经是忠心 虽然有些觉得不合他们的标准 但不要紧 我不需要批评自己 不需要有压力 我就慢慢处理 我处理过之后 我就能够用这个方法帮助其他 怎样不吃垃圾 多思想神的恩典 多思想人的好的地方 也可以思想自己为神做了好事 不去骄傲 而是说感谢神 你让我去服务神 你是喜悦的 你祝福的 你纪念的 所以我可以开心 我们多思想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我处理了就放手了 这个方法都是 经历过困难之后学到的 所以对我有益处 我就手上恩典 神来感谢你 你安排这些一切 其实我反思我整个生命 都看到神的安排 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安排啊 你看到的话 你就感谢神 神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就告诉人 神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神所爱的 然后第四 尽力去爱神 亲近神 感激神 尊重神 荣耀神 信奉神 这是整个生命都献给主 整个生命都跟从神 走神的路 这是最好的 我自己 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不要浪费我的力量 我的智慧 我要保守神给我的 所有的一切 尽量发挥 尽量使用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心态 所以你说 可不可以去教导啊 我说 好的 我就去了 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我里面就有这种 无限的动力 我也相信神的保护 这是有一天 如果被逼迫 我也说不要紧 因为神知道 神知道就可以了 神知道 祂必有方法 好了 下一点 多处理生命中的罪和问题 有些传道人 一边传道 自己很多压力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道 也会被影响的 都会被影响的 里面有烦恼 就被影响 里面有被人影响 被人伤害 也会影响 任何负面的东西 都影响 我有一天留意 我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我刚刚去到的时候 他们刚刚关门 还有几秒钟 他们就关门了 我就拍门 可不可以买东西 他说明天再来了 然后 我当天晚上 我发现我自己里面 有不开心的感觉 我起初不知道什么不开心 后来我留意到 是因为今天去买东西 买不到 这个事情 不拘不绝影响 例如有人对你说一句不好的话 或者是在教堂有人说一句不好的话 后来都忘记了 但里面还是不舒服 有些时候都忘记什么事情影响 其实以前很多很多的负面经历 都影响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忘记什么事情 但记得是这个负面的感觉 这个负面的感觉就影响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选择处理 我选择说 神必定保护 神负责 有一天神在天堂 祂不需要对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记帮助你 所以你受很多苦 但我们相信 神必定负责 祂去牧养我们的 我们是祂的羊 祂拥抱我们的 怀抱祂的小羊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的 这样的话 充满神的同在 放下所有的烦恼 当我认识很多基督徒 我发觉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里面还是很多烦恼 你反思一下 你里面有没有烦恼 这些传道的人也有 有些小传道人跟佩尔也吵架 他说他对我不好 其实我对外国去非洲 有很多直播 他们有些时候问我问题 他说 不同时间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的太太 她很唠叨 很多负面的言语 怎么处理 我就问他 你有做什么 你有说什么 令他常常唠叨 你有没有负面的言语行为 你有没有关心他 有没有爱他 不但是说他唠叨 或者你自己 有没有处理 然后他这样对你的时候 你里面有的情绪是怎么样 我就发觉很多传道人 因为没有处理好生命 没有处理人的关系 里面都是垃圾 很多负面的想法 所以他们的生命是垃圾 口出来都是垃圾 容易骂人 讲到的时候容易骂人 因为里面很多愤怒 不是充满暗点 不是觉得自己是蒙爱的 所以 心里充满 口里就说出来了 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处理所有问题 有些人说 但我的配偶是这么麻烦 很难很难 这个就需要辅导 有些时候可以处理 有些时候可能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尽量对他好 起码这个争吵比较减少 起码我们善待他 对他更好 我为你按摩一下 一下好不好 我为你买一些东西 给你吃 开心一点好不好 我带你出去散步一下 我们开心一下好不好 你多做 他也不会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吵架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他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我就说好的 我留意了 我留意 我听到了谢谢你 谢谢你对不起 这样的话 他更容易放下他的怒气 也可以引导他 我很想与你有开心的关系 好不好 这样我们整天都开心 我愿意对你更好 我们可不可以 有什么沟通 如果他愿意的话 起码减少 争吵 如果他不愿意 我们就放手了 他说什么话 我转过他头来 我就想到神的恩典 我就不去想 他的不好 但很多人就是 不停的思想 他不好 他不好 他骂我 不公平 这个我们需要留意 有什么垃圾在心中 不要抓住 其实人负面的话 留在空气有多长的时间 一秒钟也不到 就消失了 但我们抓住这句话 这句话已经消失了 但他说你没有用 我就说 他说我没有用 不公平 我很委屈 就很不开心 其实不需要抓住 可以放手 空气都没有了 这个声音都没有了 为什么我要反复思想 放手了 这个就是我 这个另外一个教导 处理情绪 我感谢神 就是给我这些 负面的经历 让我学到 怎样处理 我也感谢神 就是我的处理的方法 神给我的方法 都是很实际的 可以用的 因为我自己用过 很多次 都处理到 我以前的伤害 做的噩梦 现在就没有了 这个噩梦 以前很多人都有 这个就是 我们没有处理好 就会有这些后果了 然后自己生命 不断被更新 有美好的生命见证 我们在人面前 有美好的见证 在家人面前 也有好的见证 他们看到我们在教堂 跟家中都是同样的人 不许在家中 就容易发露 在教堂就很游和 这样不是真实的 就是整个生命 人都看到 我们美好的见证 跟我一起的人 我们服侍 多年 他们都没有看到 我发露 因为我看到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 我就说不要紧 不要紧 上次留意就可以了 发露 后果是 他就会被伤害 不开心 但我已经让他知道 不要紧 上次留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很轻松的面对 也欣赏他们 这样就保持关系了 好了 处理所有罪 全面 全心去凡事正宗神 正宗神不但是 侍奉 不但是传福音 是处理里面 所有的罪 所有的负面思想 所有的负面情绪 然后 保持长期的圣灵 充满 去大有帮助 常常在 神的同在里面 就充满平安喜乐 就 在神的同在 你发觉 赞美主的时候 就不容易发露 所以整天都在 喜乐的状态 当我经历喜乐 那一天 我回家的路上 还在聚会中 我不停地 保持喜乐 哈利路亚 这个喜乐充满 在回家的路上 我还是充满喜乐 就是没有笑出来 在公车上 不停地 I'm motion 然后回到家中 我又继续 爱慕神 充满喜乐 明天早上 喜乐也去保持 每天都这样保持 从到现在 我每一次打告 马上感受喜乐 马上感受力量 马上感受轻松 马上感受能力 进我的里面 动力 激励 神的激励 都充满我的心灵 这个就是我 欣赏 神和神的 所有工作 我很喜欢 神所有的工作 也保持 神的 同在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希望我们都留意 这个 讲道是更新 自己的生命 和听众的 生命的 这是我们讲道的时候 真的 也对自己说话 在预备 讲道的时候 也是处理 我们的生命 我有没有 这样饶恕人 有没有 这样祝福人 我是不是 真心的 服务神的 我是不是 被圣灵 带领的 就是预备的 讲道 都是被 圣灵 带领 就是 都是 神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首先 帮助我们 怎样处理生命 怎样爱神 怎样 尊重神 荣耀神的 我们所讲的信息 都是 宪然 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也和神的 见命 都告诉人 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也告诉人 神的见命 我们应该 尊重神 都是让人 看到神 真好 你听到我 讲道 是常常 讲道 神很好 你听到 很多很多次 我去听 不同人 讲道 我发觉 很多人 去讲 我们应该 做什么 当我们 做什么 就有力量 他们有说的 当我们 做什么 就有力量 但不是 都说 神 整个美好 没有令人 觉得 啊 我真喜悦神 我真 欣赏神 欣赏神 我真的 喜悦祂 我们不必 需要 荣耀神 信人 去神 那里 这样 就是 神要 我们 做的 也 借着 求圣灵 借着我们 去更新 人的生命 怎样 使用 我们的生命 去改变 人的生命 不但去 听他 你们这两天 有没有 觉得轻松 一点 有没有 力量 一点 有动力 这个就去改变 生命 所以我们有 这个生命 能力就出来了 人就会有 动力改变了 因为是看到 美善的路 恩典的路 就愿意 跟从了 哈利路亚 同时也更新自己 我有什么地方 没有处理 就马上 提醒自己 我要处理 讲到的时候 也是被圣灵感动 和更新 灵命就越来越更新 这样美酒 求神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